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沉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看罢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立地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尽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万人 好 咱可以不杀你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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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尽吧 皇上 到祖宗面前自尽去吧 皇上 快去 快去 来 到汴点吧 冲田 我 DP 最后嘛 乃 咱也有失察之处 咱痛定司徒之后 只想跟你们说最后一句 朝廷给了你们富贵 给了你们俸禄 也给了你们规矩 给了你们期待 但是朝廷给不了你们良心 给不了你们的晚节 你们能不能 门心思过痛改前非 安居太平 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 天下 叔母将之意 红刀自我的事 千万不要剩下有情 否则的话 经脉不断 死得不更加痛快 楊皇上 奥阳伦已经赢罪自己了 请皇上宴见 天快亮了 咱这五十万寿 也就这么过去了 咱这个寿臣大 过得是 既痛快又痛苦 既痛苦又痛快呀 各位 再喝最后一杯苦丁茶 这茶喝到这会儿 滋味才刚刚出来 喝 你进哪 大家都该认识他吧 他是咱怀西人祭祖的同鬼 待会儿 咱就把他 摆到太庙的祭坛上去 三天之内 如果有哪位兄弟 想归养乡里的 就把你们的辞呈 全都搁到同鬼里去 凡是主动归养者 朝廷一概既往不咎 保其爵位 加封 双倍的俸禄 引起子孙 当然了 不愿意归养的 那你们就 好自为之吧 父皇 山长 道皇审 臣今年才六十二岁啊 那是咱记错了 走吧 再来 雕儿 又被皇上训斥了吧 没有 那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我要能死了 什么 皇上答应不杀他的 父皇没杀的 是他自个儿言罪自尽 死在祖东陵位下的 是皇上逼他这么做的吧 彪儿 你坐吧 坐下说话 你若是难过 你就把话说出来 千万别闷着 儿实在受不了 儿倒不起这个太子 为什么这样说 儿怕父皇 父皇他 他太爱了 不 彪儿 你爹是爱你的 在所有的皇子里面 你爹最疼爱的就是你呀 这我知道 可是 可正是父皇的这种爱慕 让儿臣感到害怕 父皇 他爱之太亲 恨之太深 责之太严了 他对儿臣的期望 也太高 甚至希望儿臣将来比他更生灵 这儿臣怎么做得到 母后 您知道 儿臣是个心软之人 若君 你嫌正方凉 只不过 有时候有点多愁上感罢了 孙父皇眼里 真是懦弱 父皇 他希望的太子主君 是像他自己那样 杀伐决断 为家海内 可儿臣实在做不到啊 儿臣担心 担心辜负了父皇和母后的希望 儿臣长想 要是不当这个太子该多好 儿臣 甚至 经常在梦中被惊醒过来 朱镖 你听着 大明太子就是你 除你之外别无他人 你想想 太子储君身系着王朝的未来 岂能随心所欲 再一个 若是你不当这个太子 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你那些弟弟们 秦王 晋王 燕王 他们会群起相争 吸着同胞兄弟 立刻会变成生死对头 血溅宫廷呢 是啊 儿臣明白 刚才那些话 你对你的父皇说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儿臣 儿臣万死不敢 对付皇家 这就好 你爹 他是开国之君 所谓开国之君 个个都是从血肉堆里拱出来的 个个都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危险 你爹 只有比他所有的敌人都更狠 才能够战胜他们 才能够推翻前缘而建立新朝 几十年下来 你爹的心 早磨得比身体还要坚硬 可这也不能全怪的 他也是被世道逼出来的 这是你爹的命 彪儿 你跟你爹不一样 你将来接手的 一定是一个好端端的 光灿灿的王朝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贤政方良 可以有你自己的文质武功 总之啊 你会是一个太平盛世之君 在我眼里 没人比你做太子更合适了 真的吗 千真万确 谢我 儿臣心里 差快多了 若是往后 你心里觉得闷得好 就到这儿来 和我说说话 您早点歇息吧 儿臣 告退啊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你们先下去吧 半个时辰一切 长公主上吊自尽 幸亏发现得早 被太监们救下来 让他死 让他死去 他愿意给那个王宝钩的顺帐 他绝不认他这个女儿 你说这话 像个当父亲的说的吗 崇八 你答应过我不杀欧阳伦 只剥夺他的爵位俸禄 贬为平民 是 咱是实信了 可是咱保持了大明的信念 咱老再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如果不杀了欧阳伦 就不能隔守朝廷的律令 更不能逞着那些骄兵汉将 长此以往 大明的江山 必定冲到前缘的覆辙 江山崩坏 国破家亡 可我听说 朱皇上在月光宴上 好生得意呀 你明明是要杀了欧阳伦 却假惺惺的让他一次又一次给那些叔叔 拜拜们侦查 你这是拿别人的脑袋显示你自己的龙飞 你要杀人杀就是了 不该戏龙够了再杀 那咱 咱俩咋办 崇拜 我希望你不只是个皇上 我还希望你是个父亲 在皇上眼里 往往看不见儿女 他们只看到国家动量 可是在父亲眼里 儿女就是儿女 有长有短 有血有泪 有欢喜也有委屈 崇拜 我只盼你 别把你的儿女们全逼成你那个样子 那非但办不到 而且会把他们逼上绝路的 是不是有人跑到你那里 到委屈去了 我是他们的娘 当娘的 自然比当爹的 更了解他们 知道了 就这些吧 还有一句话 大臣们肯定没人敢告诉 只好我来说 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 说吧 朝廷里出了欧阳伦这种事情 还牵连了那么多将军 你这个当皇上的 是不是也应该负点责任 我觉得你应该下个罪一诏 向臣下们认个错 人们 罪一诏 你 你让咱下罪一诏 怎么了 圣君也有不适处 汉高祖唐太宗不都下过罪一诏吗 你不是老拉自己和他们相比吗 咱要杀错呀 咱的错就是太过动弄他们 咱早应该先罢了 照你这么说 你是嫌杀的还太少 非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吗 妹子 咱警告过你 咱再警告你一次 后宫永远不能参政 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 咱就把你给 你想怎么着 你不是就要封了我的前亲宫吗 你封好了 我跟你说白了吧 崇宝 我不光预备着你封宫 我还预备着你废后呢 可是在你封宫废后之前 只要我看到你有错 我就不会忍气吞声 我就一定要说出来不可 海姨 我可不是欧阳伦 非要把刀子扔到脚底下才自尽 只要你封宫废后的圣旨一到 我立刻会跪下来叩谢圣恩 然后就去拆掉自尽 不过我不会恨你 因为这就是皇后的命 我既然当得起这个皇后 我就认这个命 你可以杀了我 可你别拿这玩意指着我 我可不痒痒 我可不必拔 你也不看 你不看 这 electronically 我就知道 但你们 你妄想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伯温在皇上背后捣鬼 他想整垮所谓的怀西党 掌握朝廷中处大权 而皇上则借刘伯温来密查取证 大家整肃 以跟出骄兵汉将之患 总而言之 皇上的龙威配上刘伯温的奸诈才有了月光宴上的苦丁茶 老夫有两个想法 想给胡相切磋一下 暗宫这样仓库太伤属下了 敢我用老弟商量一下 前功吩咐 皇上想逼怀西将领交出军权归养乡里 这其实极难做到 权力利禄这类东西 一旦给了人家 那就跟肉似的长在了人家身上 再想弯回去 那就是拿刀子割肉非流血不可 可这话 我已经不能跟皇上禁言了 谁说好呢 徐达 徐达不但是怀西将领之手 也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 皇上也万万不会准他退阳 如果徐达向皇上觐见 严明虚夺军权之利弊 皇上就不能不听了 你看哪 好 极家 再一个 大概明后天吧 我就会向皇上上奏 请求归养相礼 恩公 你听着 皇上会问我 有谁来继任忠书生左丞相 维庸啊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认为谁合适 我 胡维庸 舍我欺谁 好 我就喜欢你这股舍我欺谁的尽头 所以当皇上问我时 我会提张三李四 唯独不提你的大名 到最后 皇上将不得不问我 胡维庸怎么样时 我会一再反对 提认你为左丞相 恩公 你听着 我越是反对你 皇上对你就越是放心 你接任忠书生左丞相的可能性 就越大 你懂了 多谢相国 皇家 跟徐帅禀报一声 就说兰玉 唐沈宗 陆舍亨 和几位怀惜弟兄来了 是 待会见了徐帅 大伙只管放怀说话 徐帅肯定帮咱们的 好 那当然 咱们是徐帅的老部下 跟他什么话都能说 哈哈 哈哈 六位将军 徐帅握病 请诸位将军改日再来 病啊 病得住吗 今儿凌晨大帅突然息凶绞痛 连妾也上不来 太医救治后 现在稍稍好些 那我们问候医生就走 成吗 大帅令在下向各位道歉 大帅说 眼下这种情况 最好不要见面 明白 帝兄们 走 连徐帅也开始有点胆小怕事了 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找李相去 甭指望李相 他一贯谨慎小心 更不会出头给我们说话了 对了 胡为庸 我们可以拜见胡相 胡相 他有胆子嫁咱们吗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 胡相历来敢作敢当 为人最重一级 好 咱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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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淮西将军谢甲归啊 这事儿 我肯定会跟上尉进言的 冰老爷 蓝将军他们都走了 蓝玉他们也太冲动了 既然想让我说话 干嘛一窝蜂又到我府上来吗 不过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他们 而是你呀 山长兄 你干嘛要告退呀 上尚未已经开始嫌弃我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还是趁着 余恩尚存 主动退养的好 如果等到尚未把话挑明了 那不被动吗 明白 可您走了 这中书生交给谁呀 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儿呢 我估计啊 尚未肯定会征求你我的意见 山长兄 如果信任我 就把您认为合适的人说出来吧 胡威庸 他是个明白人 徐帅的意思呢 非他莫属 多谢了 胡威庸啊 八成也不会管他们 我看未必 读书来没个好东西 这事儿 真别急 八成人再说 列位 老家 来 进去禀报一下 就说蓝玉 杭胜宗 陆胜亨 和几位怀惜弟兄 想进去讨杯茶喝 好好好 好嘞 哎呀呀呀 各位将军从天而降 寒蛇 真要蓬臂生辉了 胡威庸 弟兄们冒昧 想跟您讨杯茶喝 没茶 苦丁茶啊 我已经喝够了 要喝啊 咱们就喝酒 我府上 刚好用石坛加酿 各位将军 要是看得起我 胡威庸的话 就尽其痛言几杯 哎呀 不像这家一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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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宋啊 赶紧备菜上酒 把那石坛壮业红啊 都给我搬出来 伤为师在 过河拆桥 泄沫杀驴啊 哎 咱们弟兄们 活出命来 替他打下了江山啊 对不对 可倒好 江山大少了 天下太平了 他 立马把咱们 路到一边去了 上位 资格七千满堂 作用天下 就不能让我们弟兄们 站着光了 什么狗屁鬼影啊 不就是想把他们兄弟们 通通的扒拉掉 打入冷宫 什么冷宫热宫 屁宫都没有 搞我们回家 装天上了 你们呢 不能怨皇上 皇上这么做 也是让人给逼的 谁逼上我啊 说出来 两拨人 头一拨就是你们资格 你们哪 有些事做点推过了些 皇上 气你们给他添乱了 再一波 就是督察院刘伯温他们 刘伯温历来认为 交兵汉将是盛事祸罕 怀惜寻贵是朝廷隐患 而且他还一再一次挑唆皇上 甚至不惜拖着一双老腿 敞去四省九府二和三县 查你们的把柄 咱早就说过 这个臭老卢是朝中奸臣 专跟咱们怀惜自己的过去 王八高的 咱们也没留着他 他干嘛要把我们赶紧杀绝 胡适啊 你可是在怀惜大哥 咱们兄弟的生死荣辱 你可不能坐视不管 我岂能不明白 弟兄们是怀惜极将领 我归庸也是怀惜极大者 你们要是沦落的 我能独善其身吗 所以啊 这事儿 我和大伙是生死同拼 荣辱一共 有你这句话 咱做兄弟的就死了 也感激你的恩典 来 咱们共敬胡大哥一杯 敬胡大哥一杯 谢谢 谢谢 我 我 开门 开门 快点开门 有急事报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 别开门去 啥 不 战场上 本相 Ok 或许不如你们 酒场上吧 你们就是绑得一块儿 也不是本相的对手 至于官场上吧 那就更不用说了 相爷 这可怎么办啊 都醉成一滩烂泥了 去 把毯子拿出来 给弟兄们盖上 别让人家动静 相爷 这事要让皇上知道了 会不会给你惹祸呀 不怕 脑袋掉了 不过 碗大得罢了 比这只碗 大不了多少 趁着九边守将 反惊贺寿的机会 突然攻破燕门 扬河两关 越过边塞 窜袭内地 并且召告天下 说要攻破大都 光府大园 还有 卑职临行前 太原将军刚刚接到烽火台 传递的狼烟告警 估计 甘北草原生的各部族 也有急兵难进之举 父皇 儿臣召集王公大臣进宫吧 儿伙 让这位兄弟下去好好歇息去吧 父皇 父皇 找什么急啊 天还没亮呢 嘎伙 此次进兵 来势汹汹 似乎一谋已久啊 他当然是预谋已久的 哎呀 既然来了 不妨让他多深入一些 儿臣明白父皇的用意了 你说说看 自大明开国那年起 漠北 嘎伙一直是大明的心腹大患 但他们中年出没于沙漠戈壁 飘忽不定 徐帅始终难把他们歼命 这次嘎伙既然聚兵一块悍然难进 父皇刚好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以求彻底消灭此患 好啊 好啊 彪汹 来来来来 这正是爹的用意所在啊 还有一条啊 自从朝廷设立了九边阵位以来 嘎伙他们就与内地断了来往 什么盐铁插梁一概都得不到了 所以啊 他们终于熬不住了 才舍命难犯 这也说明是咱们朝廷 戍边之策的成功啊 父皇圣见 父皇 现在大敌当前 正需将士效命 那么谢家归田的事该怎么办 哎呀 这位是 老袁在吗 老袁在 哎 昨夜在下当职 兵部截获太原将军急报 嘎伙尔及铁骑六万破兵南下 皇上知道了吗 此奏已经递送内阁了 好 即可通知中书省所有属员 全部到职待命 是 蓝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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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嗯 你们的好日子到了 你胡说什么呀 我是说 你们的好日子到了 我没有什么好日子 蓝将军 如果还有一次洪都保卫战 你还敢不敢舍身忘死 为国建功啊 那还用说吗 咱判就判这一千啊 听着 嘎伙儿趁各位回京贺寿之际 急兵六万破关南下 大帝当前 朝廷还得依靠你们这些 骄兵汉将去杀敌护国 你们赶紧返回府地 就等着尚尉召剑吧 关键时刻 尚尉还是会用怀惜子弟的 兄弟们 起来吧 此外 本相先给你们打个招 无论你们之间谁上战场 中书城都会全力保障 你们的军界良想 让你们无忧无虑杀敌建功 谢过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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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想到啊 有这么多人 想回家归养啊 看看都是谁 禀皇上 不是辞城 是战书 战书 禀皇上 全部都是战书 皇上 这里还有一封血书 抄一份给咱念念 陕甘将军兰玉叩报皇上 嘎胡儿是末将不共戴天之敌 末将叩请上尉将旨 准末将捅兵杀敌 末将对上尉煞血力士 此去北疆定要申请嘎胡儿 陷于五门丞相 末将如实战机 必定自稳于塞北戈壁 末将军兰玉 瞧啊 雪占宏都的兰玉 她又回来了 末将军兰玉 一年一岁 手拉着手 曾经有一个消息人 人生路上一起走 我面见英雄有几段怀恨 看前路江山心总缘流 高光里成了多少 如休之马蹄下他随晚家长 看前路江山来去春秋 看前路江山来去春秋 看前路江山心总缘流 看前路江山来去春秋 夕阳下再回首 一去春秋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 春秋天地悠悠 春秋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